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大多数的家庭都离不开破壁机 尤其是可以做豆浆热饮以及冰饮的多功能破壁机 更是受到大家的欢迎 很多朋友都留言纠结买哪一个品牌的更好 本期视频我为大家介绍一下VitaMix、DroneDeem 以及九阳豆浆机的功能 帮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先说一下这个为大家所熟知的VitaMix E320 它在北美的Costco经常有折扣 会优惠100元到150元不等 VitaMix这个破壁机它的特点是比较适合搅打冷饮 它1500瓦的功率可以将水果细腻的搅成果泥 最主要的是这款里面有两个私人杯 每次用这个20盎司的私人杯做一个人的量刚刚好 出门携带也非常方便 我经常做的这个芒果饮品就是用Costco的这个冷冻的芒果粒 加上一大杯的椰奶或者是牛奶 再按自己的需要加少许的糖 然后将私人杯的适配盖拧紧 然后将其翻转过来放入破壁机的垫机底座上 这款含有10种变速选择 搅打这些冷冻的食品需要用到7或者是8 VitaMix的破壁机不含有降噪设计 所以它的噪音比较大 但是它确实是可以把果泥搅打得非常顺滑 吃不完的草莓我也会加入牛奶 大约半杯左右的冰块以及一条的香蕉 或者适量的酸奶 就能够搅打出和外面冷饮店口感一样的草莓奶昔来 如果爱喝冷饮的 那么VitaMix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款E320它虽然没有加热的功能 但是我也用它来做过豆浆 就是提前要将黄豆隔夜浸泡 这个主搅拌杯它的容量是1.8升 我会将100克的黄豆用清水浸泡超过8个小时 然后将水沥掉放入这个搅拌杯中 再倒入1000到1200毫升的开水 这个主搅拌杯它是采用环保塑料制成 比较轻也很耐用 要注意的是就是烧开的水要晾一下再倒入 然后将搅拌机开中档 搅拌5-6分钟 这个搅拌机在搅拌鼓类的时候 噪音要比冷饮的时候略低一些 搅拌到肉眼看不到豆粒就可以了 搅拌完之后我会过滤一下 然后再烧开 过滤还真是过滤不少豆渣出来 过滤出来的豆渣可以留作面食 也可以用作肥料 虽然用VitaMix的破壁机制作豆浆有点繁琐 但是自己这样搅打出来还是非常浓郁和香醇的 烧开之后再按照自己的口味加少许的糖 就是一杯暖暖的热豆浆了 这个搅拌机的杯口很大 也很方便清洗 连同两个私人杯都可以放入洗碗机内来清洁 如果主要用来做热饮 那么我还是推荐北美华人生活馆的 John Deamer多功能破壁机 这个破壁机我使用的频率最高 这个破壁机所含的精准控温加热功能 是同类产品当中比较卓越的 制作豆浆搅打果汁只是它众多功能当中的一小部分 还还可以作为腐蚀机、沙冰机以及养生壶 其保温功能还能够将加工的养生饮品和养生茶 保温至55度 其专业的设计非常贴心 在众多的早餐饮品当中 我喜欢用它来做热腾腾的玉米汁 玉米汁不但口感甘甜 还能够预防肠道疾病 经常饮用还能够让皮肤稀嫩光滑 除此以外 我每天早上都会用各种食材来制作一杯健康的早餐饮品 经常收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 我大多数的食材都采购自Costco 比如这个燕麦核桃奶露 我就是用Costco的有机燕麦加上一小把的山核桃 再加上香蕉以及牛奶 无需加糖 盖上盖子就可以搅打了 用它所制作的早餐饮品入口细腻丝滑 基本都不需要过滤 每次搅打好后就可以直接饮用了 非常方便 自从有了这个破壁机 我早上都不再煮粥了 每天都调换一下食材 做出不同的饮品来 比如用杏仁加燕麦以及燕麦奶 就可以做出比奶茶店还好喝的杏仁奶露 口感丝滑浓郁 营养丰富 或者用80克左右的红豆 加配着亚麻籽 搅打出另外一种口味的养生饮品 John Dim的破壁机性能全面 耐用性强 对我来说它几乎是没有缺点的 唯一的不足就是它的一键快速清洗功能不够彻底 在每次使用后 我选择清洗功能之后 还要自己再手动清洗一下 好在它的主研磨杯是玻璃制造的 非常容易清洗 和这个破壁机众多的优点比起来 这个小瑕疵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个破壁机在北美华人生活馆经常断货 如果有货的时候一定要抓紧购买 建议大家购买这个破壁机的时候 加购一个和John Dim破壁机配套的这个研磨杯 这个研磨杯可以用来搅打坚果 或者是各种香料 研磨坚果一定要用专业的食品研磨机 当然也可以用破壁机的主机加大功率来搅打 但是对刀片的磨损力会强一些 还是专机专用比较好 而且它和破壁机共用一个电机底座 使用的时候放在上面简单容易操作 而且它小巧也容易收纳 用它来做花生酱或者是杏仁酱都很方便 做豆面粉则更加快捷 研磨豆子的时候可以在主板上选择速度 速度越强 开始的噪音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在10秒以后将豆子打散之后 噪音就会减小 直至完全将豆子打成粉末状 用这个研磨机每次研磨的时候 不要超过一分钟 如果觉得不够细腻可以暂停一下再研磨 自己再加研磨多面粉 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中式美食了 另外用这个研磨杯还可以来研磨咖啡豆 使用这个研磨杯研磨食物的时候 要将食材控制在100毫升到500毫升之间 通过对速度的调节来控制咖啡研磨的细腻程度 对咖啡爱好者来讲就很有用 但是这个研磨杯并不是家里面非买不可的家用小电器 大家还是按着个人的需要来入手 说到豆浆机就一定少不了在北美华人生活馆 美国站有售的这个不用手洗的九阳多功能破壁机 这款的型号是DJ10U K1 我试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它的自动清洗功能真是强 它在制作豆浆以及早餐饮品的时候 其简单的操作程序以及饮品的细腻程度 和Jong Dim的多功能破壁机不相上下 制作豆浆是它的最强项 九阳豆浆机的制作过程和前两个品牌的破壁机制作不太一样 它是将干豆或者是已经沥过水的湿豆放入顶部的容器内 顶部的这个容器千万不能加水 然后点开中文的操作界面 按着食材选择干豆或者是湿豆以及容量 然后按开始就可以制作了 制作豆浆需要23分钟 在剩7分钟的时候会先出一次浆 然后机器继续运转再出一次浆 最后搅打完成机器自动清洗 这样搅打出来的豆浆完全不需要过滤了 除了容器底部会有一点沉淀外 整个的豆浆非常细腻 家人都说喝出了纯正的豆浆味 但是九阳豆浆机每一次只能最多做1000毫升的豆浆 作为豆浆机的鼻祖 九阳多功能豆浆机的这一款颜值高机身设计轻巧 在运行的时候可以达到每分钟2万转 还可以进行3-12小时的超长预约 让制作早餐饮品变得更加轻松 这一款的智能性更加强 每次制作完饮品之后机器自动的清洗 它的清洗程序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采用高温蒸以及水泵喷洗 自动清洗后完全和使用前一样干净 另外九阳这一款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噪音小我用app测了一下 它最大的噪音都不超过85分贝 是我家里面所有的破壁机里面噪音最小的 如果需要购买这一款破壁机 那么只有在美国的网站才能够买到 我依旧会将购买链接以及优惠码都放在 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内 加拿大的朋友们可以在九阳的官网 或者是其他华人超市的购物网站购买 另外九阳的这一款破壁机还可以当作 咖啡机来使用 所有的饮品制作都要先将在破壁机后面的 水箱灌满 然后在顶部的料盒内放入80克的咖啡豆 切记一定要将咖啡的滤盖放入容器上 然后选择咖啡功能即可 用这个破壁机来制作咖啡只能够制作500毫升 看着它将咖啡豆研磨成细腻的咖啡粉 然后再葱调出一杯浓郁的咖啡来 真的是很治愈 在咖啡制作的时候也会分两次来出咖啡 制作完成之后 机器的自动清洗功能会将残余的咖啡粉清洗得很干净 完全不用担心下次做其他饮品的时候会有咖啡味 不过我个人觉得用它做出来的咖啡 没有自己手工葱调的那么浓郁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有时候却是很方便 好 今天介绍的这三款破壁机 希望对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有所帮助 他们的优缺点我都打在视频的上方 根据自己的需要无需去买贵的 但要买对的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写下您的看法 好 本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